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课继续为你介绍阴虚体质的特性 以及适合这个体质的阳生茶 因为阴虚体质的人除了容易上火 出现潮热倒汗的现象之外 不同的状腑阴虚不足 表现出来的症状都不一样 而中药用药是很灵活的 在药方里加减材料 得到的效果有所不同 而养生茶也是一样 各状腑阴虚所表现的症状各有不同 你可以针对性地在桑橙蜜茶里加一些材料 就更加发挥它的药效 因为我最近介绍了桑橙蜜茶 阴虚的人适宜饮用 现在不同的阴虚再加些东西 效果又更加显著 先说各状腑阴虚的症状 原来我们有五个状腑 心肝肥肺腎 每个的症状都不同 先说心阴虚 心阴虚是因为阴液不足够滋养你的心臟 而出现一些虚热内妖的症状 主要的表现就是 渡汗、虚寒、手、脚、心都会很热 喉肝泄醋、心繁失眠 养生茶就在介绍的桑橙蜜茶里面 再加一些蜜冬下去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改善你的失眠 还有多梦心繁热这些情况 因为蜜冬是滋养心阴的很好的药品 第二去到干阴虚 干阴虚不足的人 时时会觉得头昏眼花 眼又干又稠 胸蜜也很灼痛 情绪也会受到影响 容易暴躁 养生茶就在桑橙蜜茶里面 再加一些杞子下去焗 这样就可以调补肝臣 效果更加显著 因为桑橙本身有滋补肝臣的功效 第三去到皮 皮和胃相连 所以我们皮胃阴虚 这些人最典型的症状就是胃火旺 你吃什么很快就饿了 但他吃也不肥 时时大便很肝很硬 而口又容易溃洋生瘡 同时口干泄醋 那么养生茶就很简单 在桑橙蜜茶里滴一些柠檬汁 有助于养阴生瓶 改善口干泄醋 消化不良和腸醋便秘的情况 第四就是肺阴虚 肺阴虚多数是因为你狗咳伤阴 或者你热病后期 阴尊损伤所致 每次都会有肝咳 但没什么痰 养生茶就是将地骨皮加上桑橙 一起焗茶喝 再加蜜糖 所以改善潮热度汗 肺热咳手这些症状 因为地骨皮有清热、凉血、润肺的功效 最后第五就是肾阴虚 肾阴虚的人是因为肾经亏损 而出现腰酸背痛、炎云耳鸣 喉肝泄醋这些症状 男性的肾阴虚就会有遗症 女性的肾阴虚就会出现月经量少 甚至闭经这些情况 养生茶也是加几枝一起 与桑橙蜜茶来泡茶喝 这样就可以调补肝腎效果更加显著 因为桑橙本身有滋补肝腎的功效 所以各种不同的阴虚 各有不同的养生茶 大家配合来喝 效果更加好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多谢你收听 黎玷汽 华 古 四 五 使务 十 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